一加自動關TY-009,安裝說明 砍入爐,橫式 1. 確認瓦斯爐旋鈕已在關火位置,拔起瓦斯爐旋鈕留存備用 2. 以乾淨不擦拭瓦斯爐面板 3. 先裝上藍色加長柱 4. 藍色加長柱有分大孔小孔,請選擇適合的孔徑 對其軸心切口插入 4. 將測量卡貼平台面,測量轉接柱高度 若未達到符合區域,需加裝其他轉接柱 5. 增加轉接柱,使高度達到測量卡的符合區域 6. 裝上產品旋鈕 旋鈕的標示需朝上 7. 並視點火,檢查是否能正常開關火 8. 取下電池絕緣片,並將電池蓋蓋好 9. 轉動內齒輪 檢查顯示器是否為直式的顯示模式 若主機以設定為橫式,請跳至步驟13 接下來示範,把直式的一加自動觀,設定為橫式 步驟10. 調整內齒輪凹槽 對其機殼的白色貼紙標記處 11. 雙手同時長按左右按鍵 按壓5秒後顯示為 5. 進入測試模式 12. 連續按壓右按鍵5下 即可切換成橫式的顯示模式 13. 調整內齒輪凹槽 對其機殼的白色貼紙標記處 14. 撕下主機背面的兩張離型紙 15. 將主機以橫式安裝於瓦斯爐上 並請重壓確實黏貼牢固 16. 雙手同時長按左右按鍵 按壓5秒後顯示為 5. 進入測試模式 17. 旋轉旋鈕進行開火測試 等待5秒後 旋鈕自動轉回且關閉爐火 即代表安裝成功 16. 日常運用 19. 不用 20. 進入